就是要穿弹性襪對不對 為什麼弹性襪妳穿不住 因為就有壓力 然後有緊繃感 然後特別是夏天的時候又很悶 是 對 然後我真的穿不住 那怎麼選 怎麼穿 一般我會建議大概 最少要有200 這一條就是200的 對 你會摸起來 會覺得它比較緊 真的 盡量買200單的 但是如果說真的200也穿不住的話 可以再往下推一點點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前提都是說 如果說你沒有靜脈曲張 但是一旦有發生水腫或靜脈曲張的話 就要選擇醫療用的彈性襪 OK 好 醫療用的彈性襪有什麼差別 醫療用的彈性襪呢 它比較特別 因為像一般的彈性襪呢 它提供的是一個均勻的壓力 那所謂均勻的壓力 就是統一的壓力 就是它從上到下 從下到上都是200單的壓力 但是如果醫療用的話呢 它是腱壓式的 它在腳踝 腳踝這個地方呢 會達到最大的壓力值 OK 然後再來呢 到小腿 小腿下方 小腿肚下方一點的地方 會在 中度 中度 然後最上面的壓力是最輕的 是會按照比例去計算 那彈性襪怎麼穿呢 它其實真的很不好穿 其實光這種小腿的它就不好穿 那它有一個特殊的穿法 那一般我們在穿的時候 就是先把它拉成反面 但是呢 拉到 不要整個拉出來 拉到大概會形成一個帶狀 然後我腳趾頭可以伸進去的 對 腳趾頭可以伸進去的位置 就是形成一個帶狀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分段拉 因為其實它在腳踝的地方 是最緊的 我們剛剛講那個18到23的那個壓力 是在腳踝的位置 所以那個地方最緊 但是只要那個地方穿過去之後 上面就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逃鬼心的鬼 沒錯 對 要注意的一個點是 它這裡有一個三角區域 那這指的就是腳跟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對準腳跟 那前面它會有一條橫線 就是我們腳趾頭的位置 與腳趾頭垂直 那這個位置沒有錯之後 那上面就均勻的往上拉 那傳到膝蓋下方兩寸的位置 這樣就是正確的位置了